2020年金球奖最佳女主角被一名华裔斩获 她就是女演员奥卡菲娜 颁奖台上她语无伦次 称自己从未意料过这样的情形 没想到的不止她 还有成千上万的观众 作为首位亚裔金球奖影后 不仅她的身份被议论纷纷 而且她的长相也惨遭攻击 甚至有网友直言 丑成这样是怎么当演员的 那么从万朝对象到备受瞩目的影后 她都经历了些什么 这里是Bugida 今天就让我们来走进奥卡菲娜的故事 1988年6月2日 奥卡菲娜在纽约出生 祖父在纽约皇后区开中餐馆 4岁时 她的韩裔母亲不幸因肺动脉高压去世 一直以来都是华裔父亲与奶奶 复养她长大 母亲的扫事让她懂得了珍惜 更让她学会了坚强 后来她接受采访时表示 她从不在家人面前流露自己的悲伤与脆弱 想念母亲时 也总是一个人偷偷哭泣 面对悲伤的家人 又晓得她渴望用自己的力量 帮助大家走出母亲去世的阴霾 她变得敏感而乖巧 总是能以搞怪的方式取悦亲人 逗乐大家 在她的陪伴下 一家人也渐渐重新扬起了笑容 而表演与坚强 就像是两粒种子 从那时起就埋在了她的心里 并逐步生根发芽 中学时期的奥卡菲娜 一反亚裔学生都是学霸的刻板印象 是个让老师头疼的导弹柜 成绩永远是C 逃课抽烟喝酒上课讲怪话 她说我就是班里的小丑 随着成长 她还是因为自己不合群而感到自卑和困惑 她表示 我觉得自己并不属于任何地方 但她又不想孤单一人 所以为了吸引注意 她仍在学校里做出各种古怪的举动 而哗众取宠 但她也依旧因为亚裔面孔 而被隔绝在主流社交圈外 16岁时她为自己娶了一个艺名 Aquafina 源于英文单词Aquafina 意味使人难堪的尴尬的 在艾伦秀上 她还调侃起了这个艺名 我一直以来都觉得自己是一个奇怪的女孩 也许某一天 我还会把名字从Aquafina改成Aquafina 庆幸的是 奶奶一直陪伴着她 从小就对她表示 性别不会影响你的价值 亚裔女性是坚强的 不是只会在果园里劳作的温顺角色 这样坚强的Aquafina也喜欢上了音乐 据了解 她11岁时开始练习小号 随后她进入纽约拉瓜迪亚高中 学习古典音乐和爵士音乐 由于一个偶然的机会 嘻哈音乐深深吸引了Aquafina 于是她开始了车库摇滚乐创作 那时她还经常和朋友们一起去公园里唱Rap 自己买老师的手提录音机 麦克风和空白紫带 回到卧室里录制 2012年她发行了一首单曲 大胆的表现手法和前卫的歌词 使得MV的网络点击量迅速超过400万 这也让她一夜爆火 但因为这样大胆的举动 使她丢掉了公关助理的工作 但后来的她表示 她从不后悔自己的决定 她说这是迄今为止 我生命中最大的冒险 有了一些名气之后 她并没有局限于写歌 并在此后几年里尝试写书 她原本以为这些最多让她成为一名广络红人 但她没想到的是 她所有的作品吸引了一名制作人 赛斯·罗根 对方找到了她 邀请她出演喜剧《鄰居大战2》视镜 自此奥卡菲娜的演绎之路正式开启 并一发不可收拾 仅在2018年 她便有两部商业剧制相继上映 一部是与凯特·布兰切特 桑德拉·布洛克 瑞安娜等一众女神 共同出演的《满天过海美人记》 另一部则是寄喜不惠后 25年来的第一部 由好莱坞主流电影厂商制作的 全亚裔阵容电影《摘京其源》 影评人称 虽然她在其中扮演的角色 只是女主的好友 但她在《摘京其源》中的表现 可以用出彩来形容 她既滑稽好笑 洞察人性 也总是灵机一动 一针见血 举出真相 《摘京其源》的导演曾经说过 奥卡菲娜扮演的角色非常重要 演好了 这部戏就被盘活了 演砸了 就把这部戏给搅拖了 事实证明 她的表演确实可圈可点 让影片上线后就获得了不少好评 这种恰到好处的演技 让她获得了第21届青少年选择奖 最佳喜剧类电影女演员 和第28届 MTV电影奖 最佳喜剧表演 和最佳突破表演等11项提名 同年她被入选娱乐周刊评选的 2018年度娱乐人物 荣耀加深 她自然也很快成为 继刘玉玲之后的 最炙手可热的亚裔女星之一 不过 她在成名之后并没有疯狂接戏 她曾表示 尽管爆火 但仍有不少人不认识她 甚至将她认为另外一名亚裔演员 为此 她慎重选择剧本 势必要在电影中表现出个人特色 并让所有人都能清楚地叫出她的姓名 因此 她从所有的剧本中选中了 别告诉她 影片讲述一个在纽约长大的华裔女孩 因为奶奶罹患癌症 而重新回到家乡 从而引发的一系列 关于中西方伦理道德和文化认同的讨论 这也是难得一部由亚裔女性作为主演 且是创作导演的电影 此外 由于奥拉菲娜和影片主人公 有着相同的人生经历 所以她在拍摄期间 也将所有真实情感都注入到这个女性角色中 全身心的付出 不仅换来金球奖最佳女主角大奖 也让她获得了一向对亚裔毒舌的美国媒体高度赞扬 外媒称奥卡菲娜的表演极具感染力 直击人的心灵深处 可拿下瘾后 她换来的却是被大部分的人骂成丑八怪 甚至有同胞说她有损华裔形象 还有人直接人声攻击 发言到老太太生了个什么玩意儿 这种不堪入耳的语言 任谁听了都觉得气愤无比 但奥卡菲娜并不在意这些语言攻击 她声称自己一直都明白自己最吸引人的 从来都不是外貌 而是自己的能力 她说 对我来说 女性意味着她的一生都在被人提醒 她们做不到什么 配不上什么 但今天的我 我们都表明了女性可以做得更多 她不仅仅是说说 她还有美国时尚圈的支持 2019年 Time和The Hollow 等大牌杂志邀请她拍摄封面 其中一家杂志还盛赞她是代表好莱坞未来的力量 也是下一批最有影响性的人物之一 除了演戏和唱歌 她还是一个优秀的脱口秀演员 2020年 她作为主持人登上周六夜现场的舞台 据悉 她也是继刘玉玲之后第二位主持该节目的亚裔女性 18年前 她的偶像刘玉玲担任周六夜现场的主持人时 奥卡菲娜因为没有票而被困在门外 然而那天也对她意义非凡 彻底的改变了她对一个亚裔女性能取得什么样的成就的看法 多年后主持周六夜现场的开场白中 奥卡菲娜说道 站在这里就像是做梦一样 我从未想过会成真 刘玉玲谢谢你为我打开这扇门 曾经我没有票进不来 而18年后的今天 我正站在这里主持这档节目 我爱你Lucy 另外近两年来 像拽金奇缘和别告诉他 这样由亚裔班底创作的电影 开始被西方观众看见并欣赏 奥卡菲娜认为 这是影视业在朝着更好方向发展的标志 这些电影为亚裔在好莱坞打开了一扇门 奥卡菲娜说 我想向年轻的亚裔女孩证明 你可以成为任何人 即使你可能还没有看到任何一个例子 你也可以做到还没有人能做到的事情 不过奥卡菲娜仍然保持着警惕 如果不给予持续和足够的支持 影视行业对包容性和多元化的意识 便会逐渐消失 他说 我一直在为此担心 我想知道这是否是一种趋势 我们不会希望任何东西成为趋势 尤其是人 如果说刘玉玲让好莱坞认识了一个 打女性感女生 那么奥卡菲娜则让好莱坞 看见了一个气质独特 自信且张扬的华裔酷女孩 希望这位独立且自信的女性 能为我们带来更多更好的作品 2020年 美国金球奖历史上第一位亚裔影后诞生 她是中韩混血奥卡菲娜 身材矮小 相貌平平 家世平凡没有闪亮的标签 却有着时代女性的坚韧勇敢 说唱歌手出道 强烈的自我表达欲望 最终帮她敲开了另一扇门 一个角色 一个奖项只是她人生里程的路牌 一路向前才是这个丑小鸭的执着追求 奥卡菲娜凭借电影《别告诉她》 获得2020年金球奖电影类音乐喜剧片 最佳女主角 来自皇后区的尬女孩 奥卡菲娜1988年出生于纽约皇后区 中文名林家珍 英文名莫拉林 上世纪40年代 她的曾祖父从中国移民到美国 在纽约皇后区法拉盛开了一家零食粤菜馆 这是法拉盛最早的中餐馆之一 奥卡菲娜的母亲是一名从事绘画工作的韩裔美国人 在她4岁时因癌症去世 她由父亲和祖父母抚养长大 奥卡菲娜在纽约皇后区出生 长大 父亲为华裔 母亲是韩裔 她4岁时母亲病逝 由父亲和祖父母抚养长大 文化多元的家庭背景 时常引起奥卡菲娜对身份认同的焦虑 她说 我从来感受不到自己属于哪个群体 每当这时 都是奶奶帮助她走出困境 奥卡菲娜从小跟奶奶最亲 奶奶教会了她很多受用一生的道理 有人嘲笑她的声音低沉 刺耳 奶奶就告诉她不要因为自己的奇怪而觉得羞耻 那正是她与众不同的地方 也是奶奶爱她的原因 在奥卡菲娜心中 奶奶比男人还强壮 坚强 她不会因为我说脏话而指责我 她觉得我很有趣 她告诉我刻板印象是不存在的 她允许我做所有能做的事 哪怕做个假小子 奶奶的开明和无条件的爱 让奥卡菲娜成长为一个坚强 目标明确且个性十足的人 母亲早是对年幼的奥卡菲娜来说是打击 意识成长 对母亲的思念让她更懂得珍惜热爱每一天 用积极的态度生活 奥卡菲娜从小好学 一旦对某件事情产生兴趣就会立马行动起来 上学时她喜欢上了铜管乐器 开始练习小好 后进入纽约拉瓜迪亚艺术高中学习古典音乐和爵士乐 一个偶然的机会 她被嘻哈音乐深深吸引 开始了车库摇滚的创作 2006年高中毕业 带着对祖父辈故乡的好奇和兴趣 奥卡菲娜来到北京语言大学学习中文 虽然奶奶来自北京 但她们日常基本用英文交流 一年多的中文学习得到了奶奶的夸奖 并对她日后应对电影别告诉她中大量的中文台词起到很大帮助 如果不是为了回来继续说唱音乐梦想 可能我现在还在北京生活呢 我太喜欢那里了 她在接受潮流网站访谈时说 2008年奥卡菲娜重返美国 进入纽约中立大学奥尔巴尼分校 攻读新闻和女性研究 但她从未丢下自己的兴趣 每天花很多时间制作嘻哈伴奏乐并演唱 大学毕业后 她专业对口地到地方报社实习 随后在出版社找了份工作 成为朝九晚五的上班族 令奥卡菲娜意想不到的是 由于对音乐的坚持和打磨 她的一段说唱音乐视频在网上获得百万点积量 自此进入大众视野 随着对音乐热情的高涨 奥卡菲娜拍摄的说唱视频质量越来越高 让电影界开始留意这张牙一面孔 机会永远留给有准备的人 2016年 制片人赛斯罗根找到奥卡菲娜 让她在邻居大战2 姐妹会崛起中客串一个疯狂的女学生 这部电影虽然不火 但奥卡菲娜的搞笑表演引起圈内人的关注 出场人气高涨滋味的同时 奥卡菲娜也因黄皮肤 东方脸 矮个子被好莱坞和媒体打上了定型的标签 甚至在一次电影视镜中被要求 以带有亚洲口音的英文来诠释角色 结果被她拒绝了 现实中 很多亚裔演演员被导演要求出演一些被丑化 不讨好 只有财富没有智慧等类似标签化的角色 但在奥卡菲娜眼中 亚裔女性里应有表现自己独特色彩的权利 我不是你想象中的好莱坞女演员 我看起来不像 听起来不像 也表现得不像一个电影明星 她坚持在表演和人生中做自己 不受限于别人锁定的框架 尝试用奥卡菲娜式的夸张表演 打破人们对亚裔的刻板印象 随着自身对表演和个人特色的理解 奥卡菲娜被导演盖瑞罗斯相中 获得出演女道题材电影瞒天过海 每人记得机会 饰演一个纽约街头表演者 影片称 飞科班出身 也没有多少表演经验的 她要与凯特、布兰切特、桑德拉布洛克 安妮海瑟威等一线演员演对手戏 为了演好这个角色 她花了几个月时间练习如何偷窃 面对影后级的演员 奥卡菲娜表现不俗 名气一下打响 紧接着 她又在朱浩为导演 全亚裔演员出演的 《摘金奇缘》中饰演女主角的 闺蜜佩克林 依然是配角 但她凭借夸张的奥卡菲娜 是搞笑表演 在杨子琼、吴田明等主角的夹缝中 找到存在感 还因此获得第28届NTV电影奖 最佳喜剧表演和突破表演 两个奖项的提名 该片票房大卖 也让好莱坞在《喜福会》上映25年后 再次注意到亚裔电影的商业前置 亚裔题材电影《摘金奇缘》 在北美大卖 担任配角的奥卡菲娜演技受到认可 在搞笑和前卫逐渐成为奥卡菲娜的标签时 这位喜剧能手画风一转 演起了华人家庭题材电影《别告诉他》 奥卡菲娜在《华人家庭题材电影《别告诉他》中担任主角 一改喜剧表演风格 用细腻克制的情感征服了观众 2019年11月 奥卡菲娜成为时代周刊封面人物 获得未来最具影响力的100人荣誉 并登上好莱坞报道女演员特刊封面 还被漫威选为电影上期的女主角 星图一片大好 奥卡菲娜登上时代周刊封面 当选未来最具影响力的100人之一 2020年1月《凭借别告诉他》 奥卡菲娜获得第77届金球奖电影类音乐喜剧片《最佳女主角》 成为金球奖史上首位亚裔影后 第77届美国电影电视金球奖颁奖典礼上 奥卡菲娜与《别告诉他》中的奶奶一同庆贺 奥卡菲娜攀上事业新高峰 她对自己也有了新的认识 在一次访谈中她说 我没创造莫拉 那得感谢我父母 但我创造了奥卡菲娜 黑色长发 突出的颧骨 细长的眼睛 塌塌的鼻梁 奥卡菲娜拥有一张典型的东方脸 荧幕上的她甚至有些塌肩 缩薄 这种不够好看也不够优雅的外貌 和一态配上洒脱自艺的笑容 组合起来莫名产生了一种辨识度很高的喜剧感 很接地气 但也招来不少非议 总有人因此质疑她的实力 这奥卡菲娜的内心早已将这些声音一扫而光 在她看来 决定人生高度的并非外貌 而是想成为什么样的人 奥卡菲娜相貌平平 但笑容自似张扬 无论是表演还是生活中的 她都真实坦诚 事实上 大学毕业时奥卡菲娜就明确知道自己想要成为什么样的人 并且不惧表达 2012年 在一家宣传公司担任助理的奥卡菲娜在油管上发布了自己第一支说唱音乐视频 表达了对女性身体自主权的心声 大胆的歌词和带着夸张护目镜的前卫造型 颠覆了美国人对亚裔女性保守温顺的刻板印象 颠覆性的创作使试评点积量迅速攀升 甚至得到奥斯卡影后桑德拉布洛克的转发 虽然音乐创作这条路并不好走 但奶奶无条件的支持是她不懈追逐梦想的动力 没有固定工作的奥卡菲娜依然带着充沛的热情进行音乐创作 录制访谈节目时 奶奶作为特邀嘉宾出现 奶奶的鼓励一直是她逐梦的动力 奥卡菲娜的音乐作品歌词大胆 造型前卫 嘲讽了美国人对亚裔的刻板印象 涉足演艺圈 奥卡菲娜承受着来自外界的巨大压力 含义美国喜剧演员赵姆丹带给她激励与希望 从赵姆丹身上 她看到了其他亚裔女性所不具有的东西 一种毫不害臊的松弛感 奥卡菲娜逐渐明白 你不可能变成其他任何人 也不想变成其他任何人 成为自己才是人生的开端 这部喜剧或许算不上完美 却是亚裔演员的一大突破 因为美国观众显少看到以亚裔群体为主角 讲述他们日常生活的影视作品 事实上 亚裔群体一直陷入自我身份认同的困境 他们不是土生土长的亚洲人 也不是纯正的美国人 夹在东西方世界中间 游走于两种文化的边缘 从去年凭借杀死衣服 斩获金球奖事后的 吴山卓 因致命女人收割无数观众的刘玉玲 再到今年的金球奖影后奥卡菲娜 亚裔演员一直都在努力 打破欧美主流社会对亚洲群体的偏见 我不想一直被称为亚裔美国人 而是想被称为奥卡菲娜 我不想因为自己让别人 对所有亚洲人产生不好的印象 年轻的亚裔女孩 你可以做任何不被允许做的事情 可以把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 她鼓励更多的亚裔进入影视行业 争取讲述真实故事的机会 用音乐和表演为自己发声的奥卡菲娜 正用自己的方式告诉每一个人 永远不要因为外在自卑 或者因为自己的与众不同感到尴尬 每个人都是这个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存在 如此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